大家好,我們是LegalMind的智慧法律諮詢系統 我是陳瑞德,這位是李偉傑,這位是吳柏仙 我們今天會大概從四個方面去切入 第一個就是會做一些基本介紹 成員的背景,宜君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一期 我們希望他能夠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我們具體的專案內容跟模型架構 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是 這次開源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Find2資料集 以及我們怎麼去產生Find2資料集 以及這個資料集到底可不可以用,它的效果怎麼樣 再來就是最後會有一個RIG系統的demo 這邊就快速帶過就好了 李偉結束我們的專案管理跟模型訓練的提案人 我會負責評比任務的規劃跟資料的整合 那我就是負責系統的建構跟網站維護 那我們另外一名成員他是法律系的 然後是負責提供給我們一些法律相關的意見 這樣子 那這邊快速的做一個簡短的我們的摘要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 以司法院公開文件做一個基礎訓練的大型語言模型 然後希望這個模型呢 能夠是可以回答法律相關問題 那但是因為法律相關問題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內容裡面聚焦的是在 勞資爭議訴訟案件的推薦系統 那等一下也會demo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推薦任務 就是我們評測這個大選民模型 他表現好不好的一個benchmark 再來就是我們會把這個系統整合我們的推薦跟RFG系統 然後等一下做一個demo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讓一般的使用者 跟法律的從業人員都可以 因為這個系統得到一些幫助 那我們之後會再繼續 那再來就是動機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新聞就是 就是說現在法院的法官檢察官他們的 就是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也可以從數據上面看到說 這個案件的收結件數都是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這樣子 這個是從司法院的統計資料抓出來的 大家也可以去那個網址看一下 那以及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新聞就是 有司法官親身的一些案例 就是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大這樣 那我們希望這個專案可以帶來的貢獻 從兩個地方可以來切入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提升法律從業人的工作效率 不管是律師或是法官或是檢察官這樣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類案系統來得到一些 不一樣的資訊來源 以及做看一下別人怎麼判案 或是提供一般的使用者可以拿到一些類似案件 然後去拉近一般使用者與法律的距離 以及就是他可以減輕在需要法律協助的時候的溝通成本這樣 那下面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開源資料都會把我們的模型公開 然後還有 以及我們訓練資料集跟這個資料集產生的方式 那首先就是進到我們的專案內容了 那第一個就是剛剛講到的那個推薦系統 那我們這邊採用的是一個 很深度學學的模型 那我們還有不一樣的版本 那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那我這邊介紹一下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會有兩個案件嘛 一個是Case A跟Case B 然後我們會從 這個案件裡面抽出它的真點 那這個真值事項呢 就是會有 法院它本身裁判書裡面就會有的法律真點 以及我們 透過另外一種機制去用大學圓模型抽出的版本 那這邊等一下會再詳細解釋 然後我們得到這個真點之後呢 就進行了預處理 然後把它用成一個image的形式 然後進入一個深度學習的模型 做 這兩個案件是否類似與不類似的判斷 或者是我們後面可以 改變它的 那個layer 變成說它可以給我們一個sigmoid的分數 變成是 相似的程度有多少 再講到剛剛真點抽取的部分 那真點抽取 真點就是在一個裁判書裡面 它會有申請人主張跟相對人主張 那我們會做 把它做summary之後呢 整理出它的 條列式要點 再從要點裡面去抽 抽出它的真點 這個是剛剛提到 我們如果用大學圓模型 來做抽真點這件事的一個機制 那 用不同的llm來做真點抽取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 法院既有的 就是它裁判書上面已經有的光處 當作光處 然後以及我們llm的部分是做我們的比較這樣 那本來的fine2資料是用在 我們現在的版本是老資爭議的吧 那我們因為為了想要讓它有 在不同的暗游上面也可以有一個拓展性 就是說 可以做跨暗游的 跨暗游的實驗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把詐欺的 一些案件放進去當做fine2資料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就是透過我們 呃在摘要的部分透過 ROUG的評比分數來判斷說 這個摘要到底抽著好不好這樣子 那我們fine2資料集的來源就是會有 呃上面大家上面看到的那三個 那這邊的重點是 我們自己產生的資料是有兩種 那第一種就是相似性的組合資料 然後這個是否勞資爭議案件 那第二個是摘要的資料 就是來自詐欺的刑事案件 那我們相似性的組合資料 這個過程還蠻複雜的 等一下我會詳細講一下 就是它是透過分群技術 去找出相似與不相似的案件敘述 那這邊用的主要是增典 然後我們會取各5萬筆相似 跟不相似的配合 然後組成我們的training data 那摘要的部分就是從 裁判書裡面結出與40 的40段落 就是有分40預留的東西 那我們就取出40段落 然後用 找出跟犯罪情節相關的部分 然後做 GPT4的摘要這樣子 那相似性的組合資料的過程 我這邊快速帶一下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當然先做imbedding 然後我們把我們手中資料的增典具 去把一些比較極端值 就是離群劇 比較 就比較離群劇的排除資料之後 還有3000多劇 然後從這3000多劇去平衡抽樣出 它的相似與不相似的組合 譬如說 它在同一個群裡面 就代表我們認為它是比較相似的組合這樣 然後 這邊是一個範例 兩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就是 呃 關於勞動契約的 配合 那第一句就是 呃 我們直接看上面好了 就是說這兩個都是關於勞動契約的一個增點 然後我們就會標示它是1 因為就代表說它是比較相似的 那下面的這兩 這兩個就是一個是 禁業條款的 跟業點費 那顯然這兩個 增點就是比較不相似的 那我們就會變成0 那摘要資料就是 單純就是 呃 把適時段都處理出來 然後做GBT4的摘要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用ROUGE來 做評測的話 可以發現我們 我們的PHYTU資料在 LAMA3本來是 呃 大家看上面這邊 那經過我們PHYTU之後 就可以 跟GPT3.5有 呃 可以超越一點GPT3.5這樣子 就是證明說我們的 PHYTU資料在 如果 在饒蘇按鍵 跟炸蟹按鍵上面都有 呃 都是有用的這樣子 那我們 接下來會demo一下 REG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我現在講一下我們REG的內容 那我們就是用FASIS的 文本 文本項量庫 然後把我們 Embedding的 那些項量放到 這個PHYT的項量庫裡面 然後 Embedder就是用 我們PHYTU過的 Sentance Bird 再來是 套件的話 就是用 entrain跟FASIS這樣 然後我們的 大型原模型當中就是 PHYTU的LAMA3 那你要DEMO DEMO嗎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 DEMO一下那個 那個 他 他是要用他的Google Meet 你等一下 那我這邊要斷掉嗎 那我這邊要斷掉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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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喔 不要放到 這樣看得到嗎 線上的朋友有看到嗎 那這個就是用KUWA稍微做了一下子 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這是用KUWA做的RAG的一個Template 然後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後面接我們Fighting玩的模型 然後做 類案還有摘要的分析 然後就是 我們給了一個跟詐欺有關的 呃...事實段落 然後我們要求呢 他這樣去 進一步的 做摘要 然後去找他的類案 對 然後所以他下面就會列出我們在 RAG後面Database裡面有的案子裡面 他絕對相似的 就是根據 前面Fighting的向量對比 然後他自己講說 就是這些也是一些他的Summary 然後他就拿Summary去對比 然後 附上他的案由 對 然後 他後面這邊甚至可以去看到說 他會講說 共通點是哪些 這樣 把他翻擺起來 這可以翻擺嗎 好那大家看一下 就是滑鼠這邊 他會大概列一下說 他覺得相似的有哪些點 例如說犯罪手法 他會說都跟銀行帳戶或者是 就是被害者直接把自己的帳號當人頭 賣給詐騙集團 對 他說這是他覺得犯罪手法相似的點 然後不確定故意就是 被害者會覺得 你往上你往上 你往上 就是被害者 他在提供的時候 他可能是 明知道這件事會被當人頭 但他還是這樣做 對 就是意思是說 他給的類案 以及他分析這個案子的摘要內容 都覺得他們是 做帳戶的人頭 做詐騙集團的人頭 然後協助洗錢這件事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有沒有另外一個老鼠 然後 有沒有另外一個老鼠 老鼠 那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的電話 如果會有大家有問題 可以再找我們討論 謝謝 收集一下在場還有的提問 不要再放假 等一下 剩一分鐘還要 沒有老鼠 我想說 反正一分鐘也 蠻夠的 我想說你不是有問嗎 有啊 有問 可以問喔 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看說 你的那個訓練的資料 有十萬筆 就是判決數 但是我 據我知道 因為司法院的網站 雖然他是公開的 但是他似乎並不允許 去爬 那你們是怎麼取得 這十萬筆資料 不是 他其實有提供一個 那什麼公開資料平台 他可以下載他的裁判書 司法院開放資料平台 他可以下載他的裁判書 然後我們把那個裁判書拿來 我們把裡面的真點句 段落自己 用一些前處理方式把它抽出來 反正我們有幫你們抽好 對 我們那個資料後來放好 對 所以你們不用再做這些前處理的東西 那你可以自己做 如果我們抽的不好的話 他那個司法院有在開放資料平台上面提供 1996年到 就是最近是2024年的4月 然後他是RAR的壓縮檔 然後裡面就有各個地方的 不管是一級一省法院 就是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的裁判書都有在裡面 然後他裡面的資料格式是傑森檔 然後就會有裁判書的各式的相關的 資訊檔裡面這樣子 還有沒有請問 不好意思 我問的是比較技術性的 就是那個 RIG的話 PayPal上面 這個很多他評測的一些 像Long Trend 他評測的一些正確率 都蠻低的 然後我使用上的經驗也是這樣子 那 你怎麼知道你 用這個RIG出來的這個結果 算好還是不好 這個好的話也很難去評估 就 我們有請那個法 法律系的大學生寫著標記了 就是相似不相似的一些 RTuber的一些Pay 這樣子 對 但是我的問題不是這個 不是 你實際在 那時候推進結果 你實際的DataSea是完美的 但是你調出來的時候 RIG調出來的時候 Long Trend去搜尋的時候 比對那個向量庫的 那個Embedded的向量的時候 他會有 會有錯誤率 對 我們有特別訓練那個Embedded 對 對 然後就是我們有事後去教練說 他推進的內容有沒有前幾名是包含在我們 人工Lentating的Pair裡面 就是如果人工Lentating的Pair 就是他覺得相似的 有出現在REG裡面的前幾名 我們就認為這樣的效果是對的 推薦結果裡面有hit到的話 就在想說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推薦的結果就是錯的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有可能啊 這一定有可能 對 但是如果有提供暗號的話 我們就可以回推去真的找到那個暗號 看一下他原文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他的暗號不是胡蘭號 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但我目前測的暗號 他的按鍵號嘛 應該都是對的 對 黃毅幫我看一下SIDO上面 有問題 好好 那我們看一下SIDO上面的提問 看一下SIDO上面的提問 要 好 摘要是用什麼模型生成的 對 那我口頭唸一下 唸給現場的朋友 你們準備一下 就請問摘要是用什麼樣的模型生成的 如果不是用自己訓練的模型 怎麼知道摘要出來的內容 有中華民國的法律知識呢 嗯 這個是好問題 這其實 其實我們第一步的 Findtune資料的摘要 我們是用GE4去協助產生的 然後我們用類似遷移訓練的方法 來改善我們自己MODEL的摘要能力 對 然後最後的效果是 他去對上 呃原文的RUGE 就是RO UGE 是比較高 相對高的 我們就認為他好像有遷移訓練到 但 能不能保問他們有沒有包含 中華民國的法律知識 這個還要再驗證一下 對 那我就再補問一個問題 呃目前的階段到 呃未來 因為你剛才提到法律的領域或判決的類型 嗯 未來你們有沒有什麼 呃如果這個 你覺得是 可以往下做的方式的話 未來的願景有沒有什麼方向 或分享一下 我們 期望是可以跨暗遊到不同的暗遊 但 我目前有測過就是 在不增加新的 Findtune data 就同暗遊的Findtune data的情況下 他的效果會 就是太著重於他既有的 已經Findtune過的暗遊 就是他面向會被 他自己的Findtune資料 給某種程度上局限住 所以 可能還是要 This Bootstrip 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增加 對應暗遊 才可以讓他擴增 越來越擴增 對 要擴大我們的資料級 對 就是假設你有對應的需求 你可能就要先 有一小筆 這樣的 摘要的資料 然後去 Findtune我們這個模型 然後 或是混入我們 提供的那個 Miss data裡面 然後 去重新Findtune一次 然後 進一步 讓他有更好的 視野嗎 應該這樣講 Findtune Findtune大概是不太可行 但是Findtune還有希望 這樣子 還有提問嗎 有嗎 那有沒有什麼法官或 就是 法律從業者 用了之後的經驗 有沒有什麼回饋 呃 我們只有 提供給相關系所的 同學 或者是 我記得好像 有看過 合法官 我不知道 那就可能 律師吧 對 律師或者是一些同學 有看過 然後大概就是 給一下評價 他們是覺得說 就是可能跟3.5 都是差不多 但是跟4 還是差的蠻遠 就是Findtune現在有點 太好了 就好像大家都贏不了 對 所以 可以在努力的方向 對 就是 另外一個部分是 為什麼我要去 想要去做這個 是因為 司法部跟法務部那邊 都覺得說 呃 比如說你自己的樹狀 或者是 一些案件的內容 他們不希望 要放到 比如說OpenAI的 GPT模型裡面 畢竟它那個是 上雲的 就是他們 資料會傳到他們那邊去的 所以 如果 基於一些隱私或者是 資料的封閉性的話 他們不會希望說 他們還是希望自己 可以有一個 Local的Model 在他們自己的 機房裡面 不管是司法院還是 法務部這樣子 因為主要就是 他們不想讓這些 比如說樹狀啊 什麼 按鍵的內容 放到 OpenAI那邊 或其他的 其他的SERVER上 這樣 所以還是有必要發展一下 我們Local的Model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掌聲感謝 這一個團隊 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那麼請下一個團隊來做準備 Pay